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今天介绍的这个汤水 对高血脂症的朋友是有帮助的 其实高血脂 多数在中老年人的发病率比较高 不过现在年轻都会有 因为饮食上不减点 其实这个高血脂主要是指 你血清里面的胆固醇和甘油三脂 其实无论你一样高 或者两样一起高 都叫做高血脂症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忧虑 你的饮食就一定要均衡 营养要充分 还要坚持五个饮食原则 就是尽量保持低热量 低胆固醇、低脂肪、低糖 和高纤维的饮食习惯 现在国医就介绍了一个汤给大家 平时可以多点喝 令到你的血脂情况得以改善 这个汤就是 降血脂的海带木耳肉片汤 这个海带就要15克 黑木耳就10克 黑木耳其实是我们广东人叫的云耳 如果普通你认为黑木耳那些是白贝黑木耳 那些是硬很多的 这个是云耳 瘦的猪肉就是100克 姜就一大片 水就三碗 调味就适量了 首先猪肉今次我们不是熬炉火汤 所以是把它洗干净切片 将适量的调味加到 豉油糖豆粉 加了微味去腌一下 海带浸洗干净 等它发脏之后清洗完 就切成丝 这个云耳也要浸去硬块 然后略为丝碎洗干净 就可以将三碗水煮沸 连上一块姜 煮沸之后 就加了木耳和海带 用小小小的火煮半个小时 接着就开大火 然后再翻滚的时候 就加入醃了味的猪肉片 等它再滚10分钟 就可以关火食用 你喜欢就试一下味 如果是鹽淡 少许的盐 不要太多 这个功效就有降血脂 所以是适合你本身有这个 憂慮或者已经是这个高血脂患者 经常食用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去身体检查 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高血脂症 我亦有这个很多的视频 因为太多 我并不在这里写出来 只要你写高血脂 再把我的名字写在旁边 去搜索那里 就找到很多相关高血脂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人分量 喝汤吃渣 剩下大约一碗的汤 加上渣 这个是很丰富的一个人分量食材 这个海带很多其他人叫它昆布 它是味咸性寒 可以软肩散结 可以烧潭 又可以泥水 但是它比较寒凉 如果胃寒的人就小食为佳 如果寒底的朋友也是小食 至于这个黑木耳 我们知道它广东人叫云义 它是微甘性平的 是龟、胃和大腸经 它含的铁质很丰富 所以素食者很容易 因为不吃肉缺铁 那就要多吃这个云义 但是不是间中一次两次 要坚持吃多些 那你就可以养血著牙 令你皮肤都红润 容光换发 并且可以防止缺铁性的贫血 除了铁质 它有维生素K 能够减少血液的形态 预防血栓 还可以防止动物的触氧硬化和观心病 而它里面的胶质 可以将人体里面消化系统 残留的灰尘杂质 吸住然后排出体外 就可以清理你的肠胃 而它对这些胆结石、腎结石 这些本身身体而有的異形物质 亦可以有显著的化解作用 还能够将这些纤维物化解消化 所以吃多些 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 还说可以防癌和抗癌 总之这个就是好食材 所以这个汤水 是很值得大家有这个高血脂的问题 当为一个日常食用的餐单 多谢大家收听